是 你们现在不能再楼面了 剩下的事情 让我替你们完成吧 刘柯 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 好 告诉我你们在哪里接头 都是怎么接头的 恭喜钱主任 这行动队由钱主任亲自操刀 一定会更上一层楼 早速上哪里换来 钱包子 然后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钱主任好福气啊 这走了一个高寒 又添两眼虎将了 赵处长这话说得对呀 我们行动队 那个个都是虎为之士 钱主任对你们可是青睐有加呀 你们要好好地报答 否则又成了养虎为患了 听到没有 赵处长这是表扬你们哪 不过赵处长 这老虎再厉害 不是也没有帝国武松呢 散钱吧 赵处长放心 我们行动队 如果再有共产党 我钱包绝不姑息 听说你的妹妹 是这位林先生的女朋友 看来这杯喜酒 是指日可待喽 赵处长什么时候也 也听起这种小道消息 不可信不可信 钱主任 这是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看来你是有点舍不得 那个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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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还没太多 我怎么还没太多 快换来 老板 您老板啊 好久没见你来了啊 怎么着 还捞结啊 好 谢谢 谢谢 老板 一把回去 对 好 好 明天正 我是姚科 高涵同志向您来好 姚小姐先坐 队长文杰他们怎么样了 听说许松受伤了 队长基本痊愈 许松又无大案 咱们长话短说 您那边怎么样了 他们有没有怀疑你 抓捕文杰他们一事 让他对我放松了警惕 现在我已经回到 行动队正常工作了 但是他这个人疑心很大 不可能百分之百地信任我 现在他也只是利用 我要找到文杰他们 可我主要的是 要得到日本人的 那份秘密文件 那份文件 是我们的突破课 钱力军 如热如烤也想不到 那份文件 不在我们的手上 那份文件 已经被十天星二 丢换过了 但是 一定要利用这件事情 让他意识到你的价值 这次多可乐队长写到计划 传递出两张字条 到我看到第二张字条内容的时候 我才知道队长的良苦用心 知道就好 情况紧急 那个人疑心又寒重 我们只能用这个方法一搏了 还好许松会沈文杰配合得很好 你的枪伤也给这出戏 增加了不少分 对了 还请你务必转达队长 他这个人野心极大 他一直想调职难牵 为了调刃 他有可能还会得够难到下手 所以我认为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尽快沉住他 嗯 我知道 他自我保护意识很强 扫除掉他没那么容易 我回去跟队长商量商量 在这期间 你要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明白 我先走了 天真哥 天真 我来给你送这个 是 时间真快 一转你都二十岁了 第一次听你唱戏的时候 我才十六岁呢 我的生日宴 你一定要赏光出席啊 你放心 我一定会带着你喜欢的东西去的 你什么都不用带 只要你能来 我就满足了 听听 今后你有什么打算吗 我哥想让我出国上学 可是我不想去 因为 我怕我会想家 想我哥 还有你 其实出国看可挺好的 趁着年轻都出去走走 你真的想让我走吗 绝密 据东北关东军情报部内部宣报 中央组织部杭州特别行动队内 潜伏着日本间谍一鸣 电文上的内容 让钱力军不寒而栗 钱力军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事关重大 务必查处此人 这份电文是什么时候收到的 半个小时以前 在东北搜集线索的兄弟 用一号密码发回来的 跟我飞的事情刚刚消停 现在居然 又冒出个日当年的间谍 主任 这件事要是南京方面怪罪下来 我们怎么办 当然要查 但是要悄无声息地查 是 杏东队里如果真的有日本间谍 那么一切事情就说通了 是 您的意思是 福田和福的死一定和此人有关系 这福田和福是黄古屯事件的重要证人 却露在我们手上 那日本人一定会想尽各种办法 除掉他以绝后患 现在我们最重要的事情 只要是找出杀死福田和福的人 这个日本间谍也就浮出水面了 这次私里掏山呢 我也想了很多事情 你为了我这么勇敢 我不会忘记的 只是人要学会长大 等长大 会遇到一些未知的困难 比如离别和痛苦 天正哥 你想说什么 我怎么有些听不懂 我只是有些伤感而已 是因为不想让我出国 不舍得吧 我已经跟我哥说清楚了 我是不会丢下你自己走的 天天你为我做了这么多 好了 天正哥 你别想太多了 你别想太多了 只要你能接受我 让我留在你身边 我就很幸福了 可是天天 你知道吗 世事难料 如果有一天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 你会恨我吗 我不相信你会做对不起我的事 我知道最近我哥让你受了不少苦 所以你心里一直对他有所顾忌 我替我哥向你道歉 可是我哥已经接受你了 这个请柬就是他让我给你送来的 你别怪他了好不好 好 主任 这是福田和夫的调查报告 接触过福田和夫的人那种 马国父 天生看出小孙的大案 都已经核实完毕了 没有发现 他们所信在可疑的人 就剩下顾一南和另一个贴身看守了 顾一南和另一个贴身看守的大宇 答案中显示 老家都在偏有的山区 正在调查的弟兄 还没有消息 赶紧抓紧时间查 最近这段时间 要密切注意这两个人的动向 有什么异常第一时间向往回报 是 主任 要是顾一南真的有嫌疑 那让他去调查沈文杰和许松一事 会不会出岔子呀 刚好利用这件事情可以观察观察他 如果他真是日本间谍 他一定更想知道那份秘密文件的下落 明白了 蛋糕那边准备怎么样了 手里都麻烦一点啊 加快速度 听到没有啊 听到 听好了啊 今天是婷婷小姐的生日宴 非常的重要 听到了没有啊 听到了 主任 主任 你来了 这边去 主任 您看不止的还满意吧 不错 不错 不错啊 明天是婷婷小姐的生日宴 来的可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所以我想布置方面 还是以简单更重的最好 一南不错啊 有些辛苦你了 主任 看你说的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好好好 对了一南啊 徐松跟沈文迪的死情 调查得怎么样 还在查 不过 我们已经通知了警察署 配合我们的调查 在各个官下加强港州 相信过不了多久 就还有下降了 好好好 我就说你们这 太不让我上心了 顾一南轻描淡写的态度 让钱力军 对自己的判断 有些狐疑 看着眼前忙碌的行动队队员 钱力军无法分辨 到底谁才是那个 隐藏在自己身边的卧底 这一瞬间 钱力军突然觉得 危机四伏 好 那我们长话短说 这位是孙聪明 他的身份 是南京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的七弟 也是上海民通公司的董事 相信这样的身份 足以吸引钱力军了吧 太好了 钱力军最喜欢的就是钱卷两个字 这回可算是给他量身定座了 我们在红印里三十七号员 为孙董事准备好了服役 你现在的任务 就是把钱力军引到那里 不过记住不能着急 一定要让他自动上钩 好 我明白 孙先生 我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走 来 找出手来了 胡太太 早胡下客人 好好好 报寒 报寒 拜拜 拜拜 来 来 来 赵主长 田主任 欢迎 欢迎 这是我给婷婷的一点薄礼 还忘笑呢 赵主长能够前来 已经是旁闭生辉 还带礼物 这是见办了 见办了 咱们是老朋友了 跟我还客气啊 不过我话先说在前面啊 等到天正和婷婷结婚的时候 政府人的位置要给我留着啊 赵主长真会开玩笑 妹妹还小 不紧 不紧 这就是你当哥哥的不对了 他们多伴配 不要棒打鸳鸳嘛 来 礼拜请 礼拜请 来 礼拜请 好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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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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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诸位 今日是设美婷婷 二十岁的生日 我钱某是满怀喜悦 百感交集 难以言表 作为哥哥的拳拳之心 非常感谢各位亲朋好友 能够在百忙之中 波荣前来 让我们共同举杯 致敬这如歌如梦的花样年华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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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您来了 好 听听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孙冲明先生 这位是今天的寿星 钱挺听 恭喜 恭喜 这 见证啊 这怎么有朋友来 不跟我介绍一下 主任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孙冲明先生 是上海民通公司的董事 今天挺听生日 孙先生呢正好在杭州 我呢就擅自把孙先生邀请过来了 海鑫主任 千万不要责怪我 哪里的话 能请到孙先生这样的贵客 是我钱某人的福气 孙先生您好 海鑫主任好 民通公司如雷贯耳 听说上海的西奥生意 都归贵公司所掌管 不知道孙先生怎么跟天正 还有旧情啊 是这样的 我呢其实很早就跟孙先生相识了 当年我在西院的时候啊 还是多亏孙先生的馆照 后来也是孙先生的吉利推荐 我才有机会报考行动队的 那要多感谢孙先生了 孙先生的好眼光 让我们行动队 招募了像天正这么优秀的人才 只是不知道孙先生和军舰还有联系 我这人啊 一心只想做生意 对打打杀杀不感兴趣 这不天正很想当兵 我呢就请姐夫帮忙推荐一下 不知孙先生的姐夫是 女薪酬 孙先生 您说的是南京行政院的吕秘书长 天正啊 你看看你 贵客临门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孙先生真是怠慢了怠慢了 你不知道 天正正在跟涉妹谈恋爱 这年轻人谈恋爱冲昏了头脑 这么大的事情 她不跟我说一声 孙先生 怠慢了怠慢了 这个年轻人啊 做派都比较新丑 为人出事跟咱们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天正 一彪人才 确实是个难得的人才啊 孙先生 这边坐 这边坐 请 先生 您请 请 总敬修 请坐 请坐 先生 您请 请坐 不知道总敬修在杭州盘缓几日啊 哎 无论如何 要给钱某一个机会 尽情地图之宜 我呢 是来谈笔生意的 哦 顺便给天正放风场 哦 哎呀 都好几年没听天正唱戏了 耳朵都痒了 哈哈哈哈 没有问题啊 这个天正呢 不仅是我的部下 不久呢 也将会是我的家人 咱们就不见外了啊 该日过让天正待我一定登门拜访 也让聪明兄了解自己的心愿 好 那就谢谢钱卓人了 哈哈哈哈 怎么样啊 啊 钱力军已经上钩了 在孙春明离开之前 他一定会登门拜访 他想利用这次机会 拍上南京方面的高尺 嘿 太好了 嘿嘿 只要钱力军这老小子一露面 咱就让他有去无回 哎 文杰 这尚书太甲中说过 天作孽有可为 自作孽不可患 钱力军他是自食恶果 只不过呀 他不像商朝的国君太甲一样 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痛悔自己的过失 他是阴究 别说了 穿这些有个屁用啊 队长 你说的怎么办了 我手都咬下了 对啊队长 上一仗打的 真过瘾 别着急 小秋会把我们转到 红衍里三十七号 我们成败在此一举 主任 这件事非同效果 我们要不要把这件事 汇报为陈部长 他日本人明目张胆地 把人安插在我们队里 这是要让日本潜伏特务 渗透我们国府 日本人的想法我管不了 他愿意潜伏在上海 甚至南京也不关我的事情 可问题是他潜伏在 我的队伍里面 那就像是一颗定时炸弹 悬在我的脑袋上 定时炸弹 懂吗 什么时候投 这一声报告 我们都必死无疑 谢谢 谢谢 你走 明白了 打好了啊 来来来站起来站起来 站起来看看 嘿嘿嘿 嘿嘿 哎 哎 好吗 装备弹了吗 哎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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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啊 我这个戒指可贵了 你可别给我弄丢了 好 来 咱俩看看 还顺利吧 顺利 对了 听这种消息吗 打过电话了 说今天晚上七点半 约了钱力军到家里来做客 你们过来 听我安排 我们还是按照原计划行动 对了 我还用于跟外面派遣人手 不用 我们几个人就可以了 人太多了 目标大 你们几个人负责别墅外面的 钱力军的随行 如果发现人少的话 直接干掉 人多 想办法把他们引开 好 睡好 我这样行吗 行 当然行啊 姚克 你跟孙先生两个人 假扮夫妇 尽可能地拖住时间 剩下的交给我们 还有问题吗 没有 没了 没问题 准备行动 主任 有没有看见主任 主任下午就出去了 一直没有回来 说好了今天晚上陪我的 我连订用票都买好了 那不是孙先生临时决定要走吗 那我有什么办法呀 我不管 反正你得陪我 这婷婷跟谁生气呢 哥 你自己去拜访孙先生就好了 干吗还要天正哥陪着 胡闹 好 孙先生是天正的好朋友 哪有哥哥一个人 唐突拜访的道理啊 停停 快了 礼物都放测三了吗 都已经放好了 好 主任 这个怎么也该怎么办 应该我啊 不知道孙先生要和你聊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所以我就没让司机来 这样 我开车载你过去 好的好的 看我的领带砸不砸 非常好 好好好 走 干什么啊 风风火火的 是 我的西装 什么事情这么急啊 什么事情 啊 是 骞子啊 来 帮我一会儿啊 不出您所料 顾一南果然是日本人安插在我们队里的浅不特务 其真名为吉川一南 明治三十七年五月十八日 生于日本岩首县 大正十年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一年后被送往我国东北潜伏 后南下青岛 最后抵到杭州进入特别进攻队 怎么说 他在行动队里面的档案全是伪造的 全是日本人帮其伪造的 这件事情还有谁知道 还没有别人知道 这份调查报告 直接以绝密文件的方式 滴到我的手里 由于事关重大 我第一时间就送到您这儿来了 主任 您 您打算怎么处去顾一南 不管是共产党 还是日本人 都想在我这里分一杯羹 不过他们的算盘打得还不够精明啊 莫告一辞 要看他们的对手是谁 这样 我马上有事要出去 这件事情 先不要打草惊涉 回到队里面 给我秘密控制住顾一南 等我回来 再将其逮捕 是 去吧 秘密控制住顾一南 秘密控制住顾一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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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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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 钱力军这老小子 不会不来了吗 他疼不疼 主任来 走 钱主任 聪明随聪明兄啊 真是抱歉 临时有点工具给耽搁了 私礼啊私礼啊 哪里哪里 贵客临门我们求之不得呀 老师 介绍一下 这是我内人 孙思人 这是幸会啊 钱主任好 别站着了 快里面请坐吧 好好好 钱主任请 好的好的 骗子 崇明兄啊 略备了一些杭州特产 此不曾经意呀 对了 把我从福建带来大公袍 给李军兄尝一尝 我这就去跑 不用客气 不用客气 李军兄 请坐 好 来来来来 李军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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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南京政府是刚刚成立 女秘书长一定是公务繁忙 我听人说 现在南京人走路 比以前都快了快了好多倍 部门前主任 南京政府初见 正是用人至极 不光行政院 各个部门都是想方设法拉拢人才 我姐夫也常常说呀 千军一德 一将难求啊 我们行动队呢 是隶属于中央组织部 在成立一副成果副部长 一直强调 我们要建立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 为了这个 我经常受省府那把人的排挤 是啊 你说你们凌驾于省府之上 他们让你们穿点小鞋也不作围棋 是啊 李军兄啊 不知你是否有意去南京任职啊 只要为党国效力 钱某是义不容辞 如果聪明兄能在吕秘书长面前 这钱某美言几句 比人是不胜感激啊 咱们不知道 警察 山金 安 我与辛志兄啊 虽然是初次相识 但是感觉呢 却像老友欲估之一样 您放心 我到了南京之后 一定跟姐夫当面推荐 哎哟 聪明兄 我的感觉跟您一样 就像是 就像是老友重逢啊 哎哟 拜托 拜托 这件事情就拜托您了 一点小事 不足为奇 我一难 崇利兄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今天不但是心有相识 也是老友重逢啊 您回头看看 别来无恙 立军兄 高 高 高 你没死 清理君 你应该为你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 你卑劣无耻的灵魂 应该终结了 这一枪是为了死去的兄弟 谁把车停这儿当老子到 是宁啊 杀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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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位 换位 走在心地上发生名案 快来看 快来看 换位 换位 走在心地上发生名案 快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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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根据事发现场来看 此地离前主任家不远 是他每日回家的必定之地 现场没有留下打到痕迹 应该是 被乱枪打死的 随后 挤走了前主任身上 所有值钱的财物 那你们警察听的意思是 有预谋的抢递案 凶手手续他的回家之路 应该是之前 就一定把情况了解了 所以在当晚趁前主任 驾车回家的时候 下手得逞 你们是负责前主任安全的 怎么会让他自己开车回家呢 是这样的 昨天晚上我陪前主任 去见一个朋友 因为会聊得很晚 所以就没带司机前去 见谁啊 见一个商场上的朋友 他是来杭州 参加婷婷的生日晚宴 今天早上就要走 主任说要好好陪陪他 既然是你开车送他去的 为什么不再开车把他接回来 因为见面地点 连行动队并不是很远 前主任执意要自己开车回来 我就自己先徒步回来了 是我的疏忽 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意外 如果我坚持送主任回来的话 他也许就不会 这事也不能怪你 谁都想不到 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胡秘书呢 今天好像一天没有看到胡秘书 好像没有来对比 上午给家里打了电话 没有人接 前主任刚死 这胡秘书就失踪了 这事该不会和他有关系吧 马队长 马队长 这事还得拜托你们哪 赵主任放心 还有前主任的身份毕竟特殊 别让媒体大肆地暴动 他们总是爱把事情 说得神乎其神 对咱们没有好处 好 我明白 赵主长 如果没有其他的事 我们就先行告退了 我们说对 是 天正 钱婷婷怎么样了 她经受不住压力已经平等了 不过我想她休息几天应该没事 前主任的后事呢 就由省府来操办 你就赔钱婷婷吧 行动队的工作暂时交给我代管 是 天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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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德成站在行动队大院内四下环顾 眼中盯前立军横死 行动队不费吹灰之力拿到了自己手上 赵德成顿时觉得意气风发 尤其他人 图长 要回省府吗 我有 这个地方马上就会成为我们的了 嗯